这关飞事 我带来你都带了六年了 都变了重庆的卡卡哥哥 成了滴滴倒倒的重庆仔了 回想过去 第一次飞到重庆的印象 历历在目 那是2014年8月29号 下车后我完全走步走背 幸亏这时候我碰到了三名中国学生 他们主动帮我提行李 在40度的高温下 走了半个多小时 终于把我送到了A区的主教学楼 没有他们 我那天绝对会变成个炒烤 今天我想对可爱的母校 亲爱的老师们说声谢谢 在这里我们度过了美好的青春时光 今后我希望变成一名 综艺文化的交流的使者 加起一座友谊的桥梁 说好中国故事 讲好意大利的故事 veda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